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現在進行第39條 來39條 總共有兩個提案 一個是民進黨黨團的修正條文 一個是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條文 那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這邊 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你們的修正的意志 39條 那個就 在整個評鑑的程序上面 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有提一個建議 就是說 不要一定都要經過監察院 因為監察院 理論上應該是超然獨立 實際具體的實踐上面 在一次又一次的個案當中 讓大家看到他們高度的政治性格 大家也不是那麼信任 那如果說我們後面 已經強化了有關於職務法庭審理的程序的話 就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過水監察院 有浪費勞力時間費用 他的調查 密度跟充實度 也不會比評鑑委員會高 他決定要彈劾 送到職務法庭 也只是經過他的門而已 因為送到職務法庭以後 最後結果會是怎麼樣 也不知道 那所以 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提出一個建議是 可以直接由職務法庭送 那這個部分 跟現在民進黨黨團協商以後的條文 因為我知道民進黨的其他的委員 也有做這樣的主張 就這個部分納進去 我們沒有意見 那第二個現在比較大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39條我們第一項第二款 後面彈書的規定 39條第一項第二款 他說沒有懲戒的必要 報由司法院交付 司法院人士審議委員會審議 那可能評鑑委員會 他們可能有很多考慮 考慮說一下子 就直接送到職務法庭去 這樣會不會太嚴重 那有的時候 為了要給那個法官一個機會 所以就送到人審會去 那可是 送到人審會去 也不是要你人審會 就放水給他過啊 但是 有的時候送到人審會以後 那個結果 除了意料之外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在施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就有人針對這樣子的狀況 提出建議 那後來也通過決議 也採納了 採納什麼意思呢 就是 好 我在 評鑑委員會這邊 兩條路 一條去職務法庭 一條去人審會 結果去人審會了以後 大家看到那個結果 沒有辦法接受 社會也沒辦法接受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 評鑑委員會 他們決議 建議的東西 那 就是 呃 大家沒有辦法同意的話 是不是有在 有辦法讓評鑑委員會 再做一次 的處理 那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時候 施改國事會議 有做這個建議 那 也通過了 很有道理 我是不曉得 為什麼 監察院這邊 不是 司法院這邊 不願意把它放到 這次的修法條文當中 好 來 那個 民進黨這邊 有沒有要補充 好來請 周恩 謝謝院長 我想39條 除了剛剛華委員 他關心的重點之外 那大概這個 以後是職務法庭 他如果認為要送寵 懲戒的話 就直接來 評鑑委員會認為要懲戒的話 就直接來送 職務法庭 不用送到監察院 那我想 這是在委員會的共識 然後經過歷次的討論 大概應該是一個 有共識的一個結論 只是說 我們在這邊 還是在確認一下 監察院的意見 因為在我們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這條的部分 好像監察院 並沒有表示意見 那是不是今天 在協商的 這個最後階段 就監察院再來表示 這個雙軌制 因為以前我們的 評鑑如果認為 要送懲戒的話 是要送到監察院 那當初大家有討論說 因為這個是 憲法賦予監察機關的一個 人事上的一個懲戒權 那我想今天在這邊 還是在為了這個 相關的一個制度的完整 我們是不是在請監察院 表示下意見 好來 監察院請王處長 王處長來 我跟立法院審查會這邊報告 第一點是 謝謝周委員 當時在那個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警察院已經有表示過意見 這是首先先說明的 然後 表示兩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呢 其實我們是認為說 評鑑委員會其實是 就像早上 秘書長所說的 他是一個 人事權的一個分權 所以是院長 人事權的一個分權 那其實就這樣 司法院長都沒有權 可以直接把法官送到職務法庭 那他人事權的分權 現在由評鑑委會 直接送到職務法庭 在權責上面的一個規劃 是不是非常的適當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是其實公務員的懲戒 是用工程法 法官的懲戒是用法官法 那工程法裡面 他是用規範在23條跟24條 23條呢是監察院的部分 24條是機關 9值等以下的 必須先送監察院 才可以禁送工程會 所以他是用兩條來規範 9值等 值等較低的 才可以禁送 如果值等比較高 比如說職務人員的話 一定要送到監察院來 那法官的那個部分呢 其實法官法整個立法意志 就在保障法官的獨立審判 跟他一個地位的遵從 所以他的那個懲戒程序 是不是 呃 就跟一般的公務員 9值等以下 一樣 直接就送到 職務法庭 這個 就請 司法院跟貴院來審作 好來請 曾偉 好來請 這樣你的設計 呃 我想請教問題 這樣有沒有傷害 因為變成法官這一套 就跟一般公務員不一樣 那變成由 宿法院在自己處理吧 那這樣立法有沒有侵害 監察院的選擇 那個 誰 那個 監察院或者誰 有沒有做相關的解釋 沒關係 你讓他那樣打 好來 監察院再說明一下 請黃偉 呃 有關於那個 有沒有侵害到那個彈劾權的部分 其實 呃 目前是個雙軌制 監察院還是可以調查 還是可以彈劾 還是可以移送的 事實上是沒有侵害到 呃 監察權的一個部分 好來 請換位 那個 針對剛剛監察院 所講的 還有那個 曾委員 垂巡的事情 大概說明一下齁 就是說 呃 最後 決定的是那個職務法庭 那 從憲法上面齁 對於那個法官 他身份的保障的觀點來講 我們核心的關鍵是 在那個職務法庭 他本身的組成 跟他說 對 他的程序齁 是不是有合無正當法律程序啊 的要求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之前 2010到11年那段時間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認知到了 監察院真的只是 從法官 法的角度來講 是過 是 經過啦 當然他也可以發動 那但是他沒有最後的那樣子的權限 所以 所以 如同剛剛監察院所講的 是不存在這個問題 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 我並不認同 監察院剛剛所講的 說 這個評鑑委員會 是所謂院長人事權的延伸 如果是這樣子解釋的話 我們評鑑委員會 就不用這麼麻煩 他跟社會大眾的期待 跟理論上面 完全都不相符合 所以我也請監察院的代表 不要誤會啦 你可能覺得 司法院的人早上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把他講到是院長人事權的延伸 然後你就借力實力 他說如果是這個人事權的延伸的話 這樣子會侵害到監察院 根本就不是這樣子嘛 就是 我們要設置的是什麼 我們要設置的就是 我們需要一個發動的機關 發動的機關 那一個發動的機關 可以去救法官 他違法私職 必須要經由懲戒的事項 去進行 比較具有獨立性的調查 比較具有獨立性的職權行使 讓他去發動 所以我從頭到尾 我從來沒有去把它界定成說 所謂的評鑑委員會是 所謂司法院院長人事權之延伸 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定性 我們要確定清楚了以後 那我想對於接下來 這個雙軌制的設計 應該就比較容易可以理解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還是要在 先讓司法院回答好了 看他們怎麼回答 我們再進一步討論 好 來請 柯委 這個雙軌制 我想 應該大家要認同 至於 現在 因為代表所談話 事實上有點淫意失意 那 這個基本上 也不會牽涉到 違憲或是 侵犯到 新台灣的權力 我們應該回到另外一個 實際上版本裡面 所呼籲那個問題 應該是我要好好回答一下 對 那這個 這個是大家 目前還沒有共識的部分 對 好 現在齁 兩個 黨團的提案 大概就是在 第一項的第二款 第二項 前項第一款 這個是 司法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 監察院 但 時代力量是 接在 第二款的後面是 司法院人士審議 一直到 司法院人士審議委員會應急接受 這樣 這個 秘書長 這樣的 兩個 只有這一點的不同 你覺得 可不可以接受 看 哪一方面 會比較符合 整個流程 第一點就是 第一點就是說 不經監察院 這我在委員會 我有報告過 因為在過去沒有這種制度 所以 有人會覺得說 這個可能有憲法問題 不過剛剛好像大家已經有討論了 那我們尊重這個 民進黨這個提案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我們監察院的處長也提到說 現行的制度 恰是九支等以下可以直接送職務法庭 就是工程位 直接懲戒不經監察院 那我們如果將來採這個修正條文 直接有評見委員會送職務法庭的話 會不會讓人聯想到好像把法官當九支等以下的公務人員一樣的處置 這個提醒大家 那第三點剛剛主席特別財事的就是說 黃委員提了這個複議的這個程序 黃委員的構想是說 評見委員會送給人審會來處理的時候 如果人審會做不同於評見委員會的處理的時候 那麼可以交由評見委員會來複議 如果評見委員會還是按照原來處分的話 人審會就要維持評見委員會的決議 很類似我們憲法上面行政院長跟立法院之間的關係 不過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在我們這個法官的懲戒程序當中 評見委員會 評見委員會 他是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送職務法庭或者過去的監察院 第二個是送人審會 因為職務法庭跟人審會他的權力不一樣 職務法庭是直接懲戒 人審會他是做警告 或者是說這個 事後注意的比較輕微的行政處理 所以這兩個都是在評見委員會 他可以做這兩種建立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他只是一個前端的程序 他並不是兩個權力的對抗 並不是說評見委員會在對抗 人審會好像兩邊在追蹤 某一種權力的抗衡 應該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他是整個法官 懲戒過程的前階段跟後階段 那麼評見委員會建立以後呢 前階段他的任務就完了 接下來就到人審會去 那當然剛剛方委有提到說 過去呢或許有一些 評見委員會的建立 人審會沒有處理 那我們可以這樣說 過去調出來的有兩件呢 評見委員會是建立對法官寄過 但是呢 人審會都做警告處分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依照現在法官法 法官沒有寄過的這種懲處 所以 評見委員會建立對法官寄過 事實上是與法無懼 與法無懼 那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說 才上上禮拜五 評見委員會建立對法官警告 他根據A的事實對法官警告 但是呢因為這個法官呢 除了A的事實以外呢 另外涉及到B的事實 所以經過人審會調查以後呢 就加重把他送到職務法庭 就人審會呢 送懲戒 送監察院 這個是有點不一樣 不過 除了這個比較特別的情況下呢 大概 評見委員會的建立 人審會都會造財 大概都造財 好 那 來 黃委員 第一個說明一下 實在力量所提的再修正動議 39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彈書 不是我的構思啊 剛剛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 呂秘書長說這是我的構思 這個我不敢 這個是別人的構思啊 這不是我的構思啊 我覺得這個話一定要講清楚 那第二個部分 那這個構思是誰的構思呢 就是總統府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第三分組第四次會議 在2017年4月12號 在法務部廉政署第一會議室 大家提出來的要求 那認為說 評見委員會 認定不當行為 情節重大 沒有附懲戒的必要 已由人審會處分 人審會如果做成 異於評見委員會決議 決定要提請盤審會覆議 那如果評見委員會 維持原決定 則人審會應該按照 評見委員會的決定辦理 那這個提案的委員 是郵柏祥 郵委員 針對這個提案 針對這個提案 在那個分組有19個委員 17個投票通過 沒有任何一個人反對 17個投票通過 包括了邱泰山 陳瑞仁 楊雲華 孫義信 李嘉文 湯金平 游柏祥 林孟煌 馮賢賢 劉恆文 林玉雄 蔡柏芳 陳重妍 廖英帳 薛明玲 琳達 還有張娟芬 全部的人都同意 沒有人反對 那剛剛 李秘書長講了說 啊 那個情況 我們也不一定會這樣子 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很好啊 如果未來都不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彈數會適用啊 這個彈數有跟沒有一樣嘛 因為就如同你所講的嘛 啊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你何必反對 那以後最多就是彈數不用啊 那萬一出現這樣的狀況怎麼辦 那萬一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再回溯今天 所犯下的錯誤或是所做出的決定 司改國事會議都已經做這樣的決議啦 那但是立法院因為聽從司法院的意見 認為沒有必要而沒有放 那導致未來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沒有辦法糾正 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來 再回答一下 這個 當然這個 我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說在 單 就是說這個 這個委員會的這個 定性的問題 定性的問題 他基本上他是一種非常公正客觀 不涉及任何 權力意識下來 就單純法官的為事行為進行判斷 他也不必為 這個司法院的整個 績效來負責 也不必什麼 他就很單純的來判斷這樣子而已 所以 他不是一種權力的概念 事實上他並不是在行使某一種公權力的概念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從一般人事制度的 作業上來看 好像 變成兩個不同的 行使權力的機關 意見不同的時候 那麼 如何來 對抗或制衡 這個理由有一點奇怪 好來好來 我再說一次 我聽司法院 這樣子 在拗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失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當初開斯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你們怎麼不強行介入 所以你們這個建議啊 根本不可踩啊 過了以後 現在不踩 那你乾脆直接跟這些人講嘛 所以我們找你來拜拜而已啊 那你開斯改國事會議要幹嘛 你想用的時候就拿那個當擋箭牌 那你不想用的時候就說啊那個都不可踩 那你司法院開這個斯改國事會議幹嘛 浪費大家錢嘛 好來請各位 這個制度要怎麼做 大家可以討論 我希望不要閉嘴啦 我們說沒關係 這是說的 好 好,我們今天先談四海國事會議 四海國事會議很多是用表決的 也有沒有表決,也有一些沒有共識 那整個四海國事會議大家可能注意看報紙的話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立法院不是對四海國事會議所有決定照單前說 因為都說要是立法院來做決定的 我們不可能創設一個人家立法院上面的一個財政機關 叫四海國事會議,有那幾個人在決定未來怎麼樣 包括陪審參審也是用表決的 包括來是憑票還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地方我還是要講 大家都可以討論 那我希望黃工商委員不要好像就是一點 然後就一直大挑釁,這不好了 是不是這樣 那我認為,歡迎這個條文章暫時保留 現在是這樣子啦 民進黨黨團前向第一款之情形 司法院應將結議結果告知 所以有關於沒有懲戒的部分嗎 第一款的狀況啦 現在可以查一下要不要有負議的問題 就查在這裡啦 那不要保留嘛 那 那 那 我再跟司法院談看看嘛 司法院 你說 呃,評審委員會的決議 大概人事審議委員會都會接受嘛 喔 例外很少啦 那這個 既然都會接受就沒有所謂的 那個 就是當事人 互議 互議 那評審會再做決議 那人事審議委員會不會反對嘛 好 只有兩件嘛 一個是 本來 重罰變輕罰 是因為沒有那個規定 另外一個是把它移送監察院嘛 變重 這個是變重罰 那 既然 呃,沒有這樣的問題啦 沒有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要 就是由評審委員會 他做決議 啊,有負議 他們在 詳細的在 在 在做討論 如果維持人處分 那 呃 人事審議委員會就沒有意見 喔 為什麼 如果你覺得這個 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也可以接受啊 呼籲啊 的結論啊 沒關係啦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喔 店長這樣啦 我知道啦 我知道 我知道 每一條 如果能夠有折衷 而且大家能夠接受啊 每一條都保留 什麼一點意識都沒有 那就不要學商 全部送院會就好 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能夠學商 好像在這裡 那施法院如果能夠接受 公商所議員都要接受 沒有啦 我沒有這樣說啦 你也不要扭 扭取我的意思啦 你不要扭取我的意思啦 你不要扭取我的意思啦 我覺得我是希望 讓協商有結論 讓意思能夠順暢 我現在也意思說 待會兒我自己講講 好 好不好 那這個保留啦 如果能夠四百元這邊 沒有問題 那 可行 大家都可以討論嘛 不要每一條都保留 每一條都保留 啊大家好像不是在協商 只是在過水 好 那 第四十條 第三九條保留啦 四百元再考慮一下 四十條喔 四十條喔 民進黨黨團的修正條文 跟時代力量的條文 完全 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就通過啦 通過修正啦 這沒有問題啦 所以四十條我們就通過啦